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如果你需要装备或者是有一些需求 在同等条件下 我还是希望你可能选择在我的店铺购买 不都说 开始今天的教训 第一位球友 一个会拍 大家注意啊 所以他犯了一个 很多球友会犯的一个问题叫什么 就是在架拍的时候 第一个 这个拍子太外了 你拍子一旦往外架 侧身不够多 你的腰部的力量势必会用不上来 因为你架拍在外面 你在外面有个进不来力量 对吧 你这个架拍 首先一定要侧身到位 你没有架出来 你这是架到外面的 第二个 动作没做完整 你又没架外 又架到外面 动作又做一半 动作做完整 看到没有 这个身体是要把身体的力量完整的挥出来 懂不懂 这个架拍的问题 我希望很多球友一定都会有这样的问题 你们要改一下 这架在你的身体后面 是后面 不是外面 放外面带不上力量 再来请出下一位球友 也是做着挥拍 后面的脚没有动 后面这个脚的转动幅度是很大的 它是由钉子布在挥拍的时候转成这个样子 看我的脚 你这个脚就没动过 就一直 一直这样 一直这样 你脚不动 你怎么能带上身体的力量呢 一定要带上脚的力量 从扔球开始练 从扔球带上脚的力量去练 然后再来练回拍 改正这个动作毛病 其实上手的动作还可以 但是你的脚啊 不行 一定要转动 从钉子布 转 钉子布 转动 有个力量你要感受 再来请出下一位球友 又穿拖鞋来投稿 我再说一遍啊 在家里练挥拍 不管你在哪里练挥拍 你在床上练挥拍 我也希望你把鞋子穿上 运动鞋 你才能感受脚部的力量 你练挥拍 你穿拖鞋 你这个力量少了一半 还不如不要练 还会影响你的发力 一定要穿鞋 第二个 声音的问题 每一次结合好像都会有这样的问题 声音不是在前面 是在上面 找到一个你的对标物 比如说我打这个房顶的这个瓦 对着这个瓦 对它发力 发力 不是对前面发力 球友们要注意这个训练误区 请出今天的超级球友 又是一个可爱的小朋友 动作标准 重心转换自如 架拍发力都非常非常的棒 各位兄弟们 伙计们 学习一下 这么哇塞 对吧 这是个很哇塞的小女孩 非常标准 希望大家能够学习 那今天的几个节目就到这里 大家注意啊 你们如果需要一些羽毛和装备 可以在我的淘宝店铺 或者微信小程序 我语言选可以看一下 会有你们需要的东西 你们也可以在文章下面加我的微信 我都是自己的 包括一些羽毛群啊 你们可以拉我信 交交朋友嘛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